寻遇,讨伐徐州时期,被南洋人何庸称为王左财也 的寻遇,出品二年,离开当时更强盛的袁绍跟随曹操 此时,曹操称寻遇为五知子房也,寻遇为二十九岁,曹操为三十七岁 正好都属于精密旺盛的青壮年期 从此开始两人耐人寻位的合作之旅,寻遇鼎立相助曹操 曹操对寻遇信任有余,同心协力统一北方兴平元年 曹操为父报仇,征讨徐州陶谦,留下寻遇主持后方事务 不久张鸟,成功反叛,迎奉当时的名人三信家奴,第一猛将 与不扛大旗,眼周大帝迅速刮起倒戈之风,在寻遇主导 夏侯敦,成遇的协助下,紧紧保住卷程,范县,东阿县三块地盘,后院起火 曹操赶紧回事返回眼周,在濮阳击败吕布,但未完全平定眼周 不久,袁绍建议把家眷送至叶城居住,当时有点落魄 气馁的曹操动摇过 幸好成遇及时劝阻曹操,放弃依附袁绍之念头 这是曹操起兵之后,所面临的第一次大危机 在寻遇,成遇的协助下,还好挺过来,至少保住根据地,还有机会再图大谋 新平二年夏天,发生饥荒,竟出现人吃人的事 此时陶谦已死,曹操想趁机夺取徐州,回事在平定吕布 寻遇有句有理说明巩固根据地重要性,假若攻击徐州 吕布后方捣乱,则两面受敌,不宜采取为由,提出先打快吕布 平定衍州的建议,曹操恍然大悟打消供徐州念头 养精蓄锐之后再次出兵,打败吕布,分并征讨各县 最终平定衍州,巩固后方根据地,建案元年 在巡园的建议下,曹操亲自去洛阳迎接天子 班都至许县,从此携天子以令诸侯 巡园还向曹操推荐巡忧,中游,郭家,陈群等一流人才 为曹氏集团打江山,又增添不可估量的力量 迎接天子之后,已经兼并黄河以北各郡县 实力强大无比的袁绍心中不服,曹操心里有点处 怪不得本来朝廷授予他的大将军职位,也都拱手让给袁绍 看出曹操心虚的巡园,在杜亮,谋略,勇兵 德性上分析比较袁绍和曹操 提出四胜四败理论,给曹操打气,增加信心 难道三国制裴松支柱中,郭家的十胜十败 理论是抄袭巡园的 巡园还提出,派遣中游安抚韩岁、马超等关系军 消除西面干扰曹军后方之忧 先攻打徐州吕布之后,与北方袁绍决战的战略 按巡园建议的战略,建安三年 东秦吕布平定徐州,准备与袁绍决战 巡园,关渡之战时期建安五年 曹操在关渡与袁绍对峙半年多 粮草将要断绝,进退两难 于是写信给巡园商议是否可以退兵 巡园说,现在就是千军一发之计,要坚持 不然功亏一亏,敌人锐气已枯竭 局面必将有所变化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失去 曹操接受建议,果真不久 许又不得知背叛袁绍,向曹操献计火攻无朝 斩杀大将淳于穷,从而改变占据大胜袁绍 建安六年,曹操认为自己实力还不足以彻底打败袁绍 想趁袁绍刚打败之际,讨伐荆州留表 巡园劝阻曹操说,要先平定河北 不然袁绍缓过近来攻击,则曹军父辈受敌将要覆灭 于是曹操养精蓄锐,静待时机,建安七年 袁绍兵败关渡之后,忧郁而得病,最终吐血身亡 曹操渡过黄河击败袁绍之子袁潭 袁上,北方之地逐渐被曹操一一占据 曹操,关渡之战后时期这段时期 可以称之为巡园和曹操合作的蜜月期 曹操正外,巡园主内,可以说是株连合璧 两个人完美配合曹氏集团游弱变强 此时两人志同道合,目标是匡扶汉氏 曹操心里一清而楚,目前自己实力太弱小 只能以匡扶汉氏为大旗,不然无法立足生存 最好的例子就是自不量力的元术称帝,而引起诸侯公愤 迅速灭亡,起初年轻的曹操 当洛阳北都尉不畏墙前傍杀剪图,调任顿丘陵整顿官场风气 被百姓拥戴,刺杀董卓失败逃亡老家 当时的曹操应该是满腔热血 想当作有所有为的朝臣,并没有取代汉朝自立的想法 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环境而变化 随着战功越来越卓著,势力越来越强大 曹操心里发生微妙的变化 然而一心一意匡扶汉氏为目标的学域 初心始终不变,从而两人人关系开始出现缝隙 随着势力的迅速膨胀,曹操野心增大 巡域初心不变,两人逐渐出现缝隙建安九年 攻占夜城之后,随属下建议曹操想恢复古代九州制 巡域提出反对,表面上曹操采纳巡的建议 但内心对巡域开始有另一种看法 按古代九州制,冀州扩展至河东、冯许、福峰、河西、幽州、冰州的地盘 所夺占囊括的地方众多 有野心的曹操想扩大自己势力 聪明的巡域以理说服曹操 捍卫汉氏利益,从而不免出现心理疙瘩 两人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 建安十二年,曹操南征刘表 寻求巡域意见,巡域也表示同意 并指出具体战术方案 次年,刘从拱手相让荆州 曹操继续南下攻打东吴 不幸在赤壁大败于孙刘联军 此时的巡域和曹操还没有彻底决裂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推举曹操为魏国公 但巡域口提出反对意见 从此曹操心中产生极大不满 两人的矛盾已公开化 无法解决,只能分道扬镳 忠于决裂,巡域 接到控河之后,巡域在寿春去世 第二年曹操当上魏公 对此有两种不同说法 三国之魏书巡域由贾许传记载 太祖君之如虚,玉籍留寿春,以幽轰 十年五十,明年 太祖遂为魏公以后汉书列传正恐巡列传 记载,只如虚,玉禀留寿春,操愧之时,发誓 乃空气也,于是引药而足 明年,操碎称魏公云 故且不论,哪一张说法正确 只有巡域的死,才能解决两人的矛盾 这也是巡域的悲哀 曹操,魏王时期当初,巡域离开实力更强大的袁绍 投奔曹操也是无奈之举 东汉末年,汉室懦弱天下大乱 诸侯并起,战乱不断 在这种乱世之中,只有旷世奇才能拯救汉室 会看当时秦景,衍周曹操 记周袁绍,南洋袁树,游周公孙赞,荆周刘表 一周刘彰,徐周陶迁等等诸侯之中 只有曹操雄才大略,有机会拯救汉室 所以当时巡域的选择只有一个 投靠曹操共同匡扶汉室 之后说明,初期是相当成功 但随着曹操野心的膨胀,和巡域的初心不变 不可避免走到一起,只能背道而驰 之所以最终结果不想而知,也是必然的